其實遊戲舉止從一開始就有給了一個和解的選擇 就是希望我發布澄清稿 說明這是一場誤會 這是他們提出和解的條件 但是呢 我今天請了三位律師 然後花了六十多萬元 打到一審結束 然後我今天走到這裡 沒有選擇另一條容易走的路 我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 為了維護公平與正義 還有所有遊戲玩家的權益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花了四百多萬元 我根據這四百多萬元的過程去統計結果 認定他們是不實的 我認為作為一個消費者 這已經是查證的頂端了 他們可能希望我有能力入侵他們的伺服器吧 把那個數據調出來 不然我不知道要如何再去做更高的查證 其實遊戲舉止從一開始就有給了一個和解的選擇 就是希望我發布澄清稿 說明這是一場誤會 這是他們提出和解的條件 但是呢 我今天請了三位律師 然後花了六十多萬元 達到一審結束 然後我今天走到這裡 沒有選擇另一條容易走的路 我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 為了維護公平與正義 還有所有遊戲玩家的權益 因為今天這個止步 我花費了四百多萬元新台幣去製作 所得出的結果 與他們宣稱的相差非常巨大 我今天不是說花了幾千塊 幾百塊 機率不一樣 我就去搞它 我花了幾百萬 這足以證明他們實際的機率 與宣稱的絕對不一樣 絕對有問題 那一般的玩家哪有這種 對遊戲的這種熱愛 或者有這種能力去實測 去記錄 去統計 這些製作的結果呢 那我今天製作出來了 我認為 在科學上 在數學上 這個已經是個鐵證了 就是你廣告不實 你機率不實的鐵證 但是他們不願意面對 也不願意解釋 只會用這種法律的訴訟 來牽制我的言論 來壓迫我的言論自由 甚至還在法庭上 公然的說謊 撒謊 甚至強詞奪力 我真的覺得 非常的可恥 這邊想請教一下丁特說 遊戲舉止剛剛在法庭上有提到說 他主張 你侵害的是他們的名譽 跟信用 這兩個東西 那想知道說丁特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 妨害名譽有一個前提 就是你要先有名譽可言 才有的妨害嘛 那遊戲舉止在遊戲的過程中 一再的宣稱 他們的機率與韓版一致 從開服就宣稱說 金幣掉落綠良 什麼寶物 與韓版一致 到後面二週年 又再次想到說 我們機率與韓版一模一樣 絕對不會篡改 你試想一下 他們為什麼要一直做這種保證 這說明了他們 被很多玩家質疑 他們會有篡改機率 或者什麼台灣特別版的這種黑歷史 對吧 所以他們才需要做這樣的保證 不然你出來開店做生意 你招牌有需要掛著同手無欺嗎 你招牌有需要掛著絕對不會欺騙你嗎 我們不會欺騙消費者 你不會打著這樣的招牌去做生意吧 因為不欺騙消費者 不篡改機率 設定與韓版一樣 這個本來就是應該的事情 你怎麼可以讓台灣人花更多的錢 去玩更低的機率 對吧 這本來就是你們應該做的事情 但他們一再強調這說明了 已經有非常多玩家對他們抱持著這種質疑了 那我只是戳破了他們的牛皮而已 對吧 他們一直宣稱一樣 但是我花了幾百萬下去實測統計 結果就是不一樣 我只是把他們牛皮戳破了 那我侵害了什麼權利呢 你們本來就沒有信譽可言罵 我只是把你們這個謊言 把你們這個面具摘下來而已嘛 我不認為我侵害了什麼權利 我甚至我覺得我在維護所有玩家的權益 我在維護社會大眾的權益 我在希望讓這個遊戲產業可以更加的進步 盡量減少這種利用資訊落差 來欺騙 來吸收玩家人民血和錢的公司 問一個 就是針對他們就是提起的金額 配上金額 是議員 針對這個金額有什麼想法 我的想法是 議員很簡單 甚至我發個成績文道歉也很簡單 我不用花六十幾萬去請律師來維護我的權益嘛 所以我走到這邊 我就是 對於他們這個行為 對於他們這個用法律去壓迫人民 壓迫消費者行為感到非常不實 所以無論如何 我一定要站出來抗爭到底 因為如果我倒下了 那以後他們可以繼續這樣辦嗎 因為就如同他們所說的 我並不是一般的消費者 他們在法庭上一直想要把我從消費者的身份代理 好讓法官覺得說 對呀 你不是消費者啊 你憑什麼這樣子 或者說 你其實是一間媒體啊 你應該要善盡查證義務 但是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花了四百多萬元 我根據這四百多萬元的過程去統計結果 認定他們是不實的 我認為做一個消費者 這已經是查證的頂端了 但他們一直把我代理消費者這個身份 他們的目的就是非常明顯 想要透過訴訟去打贏 遊戲局勢的律師有提到說 你應該要有更高的查證義務 那你覺得他們所謂的更高的查證義務到底 是可能要花多少錢才算更高的查證義務 或者說你的看法到底是 我覺得他們可能希望我有能力入侵他們的伺服器吧 把那個數據調出來 不然我不知道要如何再去做更高的查證 應該這樣說 在任何一個玩家來講 能夠動用到像丁特這樣的投入成本來講 已經算是前無古人 應該可以這麼說 在單一遊戲的道具製作上面 應該是沒有 那在這樣的環境下面來講 遊戲局勢今天的論述反而會造成一個很吊詭的狀況 你今天對一個公司越熱愛越投入 你花費越多成本 答案結果是什麼 你會越倒楣 因為任何的成果 你都要吞下去 因為你比其他人更熟悉 你比其他人更願意投入這件事情 但你卻反而被克於一個更高的消費者責任 這跟我們的消保法上面的規範 其實是完全導致的 你反而會造成一個更加支持企業的人 去獲得更次等的地位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吊詭的說理